植物大作战 园园下狱 这一元钱来买瓜 老板 生意不错呀 这瓜多少钱一斤 八十块钱一斤 你这瓜皮子是金子做的 还是瓜粒子是金子做的 你这瓜保熟吗 我这都是生瓜 不买人生瓜 你让我怎么接啊 不重要不重要 这期我们的主题就是 西瓜大战僵尸 上期是小娃姐输了 准备好介绍你的惩罚了吗 早就准备好了 小鬼头赶紧说出来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 等下要打败大嘴了 小娃姐你可要听好了 一 说小鬼头真帅 二 抱着老大深蹲十分钟 小娃姐会选择哪一个惩罚呢 喜欢我就三连支持一下吧 这都不用想了 肯定选二呀 一点是在昧着良心说话 二点还能强身借题 所以选二点准没错 我才不选二呢 一点也没有梅者良心说话呀 所以我选择一点 小鬼头真帅 我已经知道自己很帅了 小鬼头就不要再说了 想到你很敷衍了 小鬼头 你还真漂亮呀 给你的颜色 就开展房是吧 言归正传 这期素材投稿来自于评论区 阵容如下 小娃姐先来选择吧 别急 我看看下 这普通西瓜排鸡泡 应该没人会拒绝吧 我直接拿下 冰西瓜效果方面 应该留有蒙西瓜小 所以我还是要冰西瓜吧 那这个噩梦西瓜就是我的咯 老道这边就只剩下榴莲投手 植物选择完毕 接下来是僵尸选择 老道先来吧 橄榄巨尸我要了 冲坑导也挺强的 我直接拿下 第二个我要军头二爷 我这就只要拿起捅僵尸咯 阵容选择完毕 接下来是随机事件 一 击方所有植物变成对应迫击炮 二 击方增加三个矿工僵尸 三 军远失去军头 攻击力分配 四 橄榄巨尸变成橄榄球僵尸 以及先锋橄榄球僵尸 五 敌方获得三个Z科技磁暴履带车 六 有冰西瓜的一方获得一株冰花 敌方获得一株蝴蝶兰 小娃姐先来偷投资吧 那一下我感觉 对我有用的随机时间比较少呀 三点更是让大嘴加强一大叫 算了 全都靠运气吧 六点 我获得了蝴蝶兰 应该有点用吧 作用不大 我冰花加成比你蝴蝶兰多 来个二零三点想了直接没得玩 就在这两点钟来一个吧 回正 鸭蝶 应该问题不大吧 我感觉老大的阵容好像要稍微好一点 具体情况的话还是得看实战 双方阵容摆放完毕 我们战斗开始 老大这边的迫击炮率将发起攻击 小娃姐的大爷和恶魔西瓜直接就没了 这下结果就应该很明显了吧 攻击力翻倍的西瓜迫击炮就是强啊 直接把我的军途二爷消灭 又有啥用 难不成他们还能干掉橄榄巨蛇 没办法 我们下巴努力咯 小娃姐加油 我们购心老大局的胜利 小老大妈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